Switch二代主機的八卦 在近半年來一直都沒有停過 最近有有外媒爆出震撼的消息 說任天堂2024年的主機 正式的名字就是叫做Nartindo Super Play 今次的爆料是由一個韓國X的用戶提出 他說新機將會繼續用盒帶 而他全新設計的手掣構造 將會令人聯想到任天堂在1990年 推出的神級主機 超級任天堂 那款四式按鈕的手掣 而新機將會保留可以室內 又可以手提的特色 但有網民就質疑 市面已經有PS5 這部共名 有Play這個字的主機 任天堂應該不會執人口信尾了 而且回帶一看 當年起超任大賣之後 任天堂就拉攏Sony 一起開發新一代的光碟版主機 PlayStation 想不到埋門一腳 Sony起任天堂美珠 自己靜靜地開發了第一代的Sony PlayStation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今次的爆料可信性非常之低